那雲端一點它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就是比較所謂檔案管理的功能 還有很重要的可能各位蠻有機會用到就是這個叫表單 那最近呢還加了就是測驗鍵的功能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OneNote 你在任務裡面有沒有一個我們今天的這個研究 第二場的有沒有跟線上測驗 好你把這個打開 待會呢我們讓各位填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的就是課程滿意度調查表 不好意思現在電腦教室就五指畫 直接在上面填就好 好就在上面填所以這個很單純 你可以看一下有沒有我直接把它整合在裡面 然後呢你就勾一勾 那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把這個統計的結果秀給別人看 我把現在沒有人回應嘛 等一下呢這個部分會麻煩各位填一下 這是第一種第一種方式比較傳統的 就是它可以像這種單選題也可以怎麼樣 複選題或者是最後面有建議的這一種 也有下拉式的 甚至它可以做比較複雜的是什麼 你今天第四題你如果答一 就請繼續回答第幾題有沒有做過問卷有那一種 它也可以做這一種的喔 也可以做這一種的齁 那另外一個呢是我們線上測驗 這待會我要請各位先測試的齁 欸你有沒有發現介面好像不一樣 因為它有兩種齁 你剛剛看到那是比較傳統的Google表單 那前 好像是去年吧 去年開始它就開始有 新版的這個Google表單出來 好Google表單出來 那這個呢 線上測驗就不一樣喔 你看可以填基本的回答對不對 還有什麼 待會你如果選完了 你的成績 極測極頻 用這四個字應該大家都很清楚了吧 測完馬上知道你的成績多少 而且重點是 我會告訴你 你還可以自己設定 你答錯了 正確答案為什麼是這個 你可以做說明 你可以選擇說 就是正確的 可以給他給你一個訊息 錯誤的也可以給你一個說明這樣子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偷看答案喔 只有實體而已 好不好 我剛剛有講過有幾題是 在裡面會出現的喔 好 那因為我們Google相簿還沒講嘛 日曆好像還沒講對不對 所以咬起來比較快一點 好 那表單的部分呢 我先講一下在哪裡 在這邊 你看我們新增的時候 除了這裡以外 有沒有更多 有看到Google表單了吧 嗯 就是從這邊喔 好點一下 好 按確定 好進來 我現在這個是新版的 好新版的 所以在這邊 你就把你的問題 有沒有 單選還是複選還是 這個是複選還是下拉的 那最近比較流行是那種叫做線性科度 什麼叫線性科度 很不滿意 很滿意 中間是用滿意跟不滿意 有沒有 你用那個用 就是用點的這樣子 好所以這裡也有 好這邊也有 那當然你可以填字起時間啦 也可以填字起時間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就是第一題 然後呢 我再複製一題 第二題 比如說這個是 檢答的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調整順序 就按著上下 這樣了解不 那如果你是像現在我們那個基側啦 或者是那個 他們會考一種就是 就是叫什麼 綜合的就是 它會有一個情境題 你可以怎麼做 因為我們這邊是不是都問答了 對問答或是單選複選嘛 你也可以在右手邊 你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 除了加這種題目以外 還可以加圖片 甚至有影片題也可以喔 等於說我看了這段影片 看了這個圖片之後 我下面再問問題 請問上面那一張圖 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增加 所以原則上它就 使用方法是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做好了 它在這邊 對了 很重要 必填有沒有 如果你一定要填就把這個勾起來就好 那如果你本身是要做 我剛剛講的那個 測驗的 你要點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齒輪 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測驗 好 你就點進來 如果你是做測驗的 把它勾回 這是測驗 那這個時候呢 你看 它會 問你 你交卷以後 要不要馬上開始公佈成績 還是稍後再公佈 有沒有 改完再公佈 隨便你啦 那 你如果 回答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正確是哪一個 分數多少 這樣這樣子 那你看我先把它存起來 如果我是這一種 比如說這是選項1 我增加選項2 選項3 好 那你看下面有沒有一個答案 按一下 這一題10分 然後正確答案是2 如果你要提醒它 你可以按一下這裡 如果它答錯了 你可以給它 好 開玩笑 就是你可以給它一個訊息 它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 錯的是什麼 正確的是什麼 這樣子 比如說你答正確的 可是我要告訴你 其實還有什麼什麼方法 也可以這樣做 類似像這樣子 齁 你就可以把它 好了按儲存 這樣這一題就好 那我們可以馬上來看一下 你這裡有個預覽 有沒有 好 如果在這邊 這裡沒有 一定要填 你看 我剛剛只有 勾這一題是一定要填 好 你看 好那我就故意答錯囉 提交 已經收到了 查看你的分數 有沒有 按一下 總分 10分 0分 因為我答錯了 對不對 正確答案是誰 你為什麼會答錯 這樣 這樣了解吧 要不要公佈都沒關係 所以這個是比較 就是最近它增加的一個功能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對不管是學校 或者是我們公務上 其實還蠻方便的 好 那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就可以來使用 這樣OK嗎 可以啦 我這邊我稍微講比較快一點點 就是你有用的時候 你再稍微留意一下 好